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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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简安哥,跟简安哥做餐 讓你做的很簡單 简安哥啊,上上個禮拜啊,去南部啊 吃到了一間,買有你的沙咏店啊 據說呢,去這間沙咏店吃飯的人啊 都會點這一道菜 還有沒有記得,之前講了一部影片啊 叫做麻油雞肉飯 齁,真的是大錯好評 那我們今天要還原我那時候吃的味道 用最檢測的方式,就是要來做這一道 食燒蒜蝦飯 把它做有一點鍋巴的感覺 配上蝦子的鮮甜味 還有一點蒜香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美味 OK,不用囉嗦,我們趕緊來做這一道料理 來,在影片看到之前,請示範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教育分享影片,記得開啟小鈴鐺 來,社群網站簡單介紹 記得去按讚這頓搶先看 台信說什麼簡單科 臉書說很簡單 就是大家庭 賴群簡單跟小家庭 趕快去加入 截圖 首先我們要做這個 食燒蒜下飯 我們要取它那個蝦子 本上那個蝦油香 來做一個基底 然後我們開火熱鍋 加點油 來這個蝦子 把中間的殼剝掉 然後我們去一下場裡 從它的頸部 一隻牙籤就可以把它 腸米拉出來 來熱鍋 好來蝦子 都放進去 去煎一下 哇 你看這蝦子的香味 都出來了 好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香氣在 來稍微的煎炒它 然後這時候關火 我們把蝦子先拉到旁邊 這時候我們補一點油 再補一點油 一樣開火 鍋熱的狀態之下 我們把洋蔥全部下去炒 然後泡 然後我們的蒜頭 還有我們的通白 哇 香氣都來了 米酒下去 醬油下去 調味 鹽巴白胡椒 鹽 讓我拉一下 喔 這個超香 這個米啊 就是基本上這樣小過 我們基本上泡在煮的 差不多1天左右 然後我們水跟米的比例是 米1 水1.3 以那個米杯來講 來 加 好 把它拉一下 翻炒一下 炒到這裡勻 來我們在它滾之前喔 你就要把它拉一下 不然你怕它在外面上的太臭味道 這算一個小腸刺 稍微的拌它喔 這現在滾起來了 OK 我們現在 靜置 小火 下去滾 來 我們來蓬蓋 我們等一下10分鐘一點 剛才 小火滾10分鐘 我們就不要再動它了 這時候我們做一個動作 上蓋 關火 關火狀態用裡面的餘熱 繼續的燜 15分鐘 好 喔 這棒度啊 這時候把我們的蝦子 來擺上去 好來 我們擺得漂亮漂亮 這時候來開大火 好一個大蓋子 來我們現在開大火 我們現在要給它 瓜有鍋巴的感覺 齁 因為鍋巴的飯真的是 非常的香 又非常的好吃 來剛開始有兩個原因喔 第一個是 怕蝦子啦 不夠熟 我們要給它 比較熟一些 第二啊 你要注意去聽 它會有一點 啪啪啪啪的聲音 很明顯 把什麼飯啊 開始在變鍋巴囉 好 好 我們大家要燒 聽說我一分鐘左右 這樣 鍋巴 鍋巴基本上 是差不多最剛好的 關火 我們的那個 食杀酸香飯 沒有要完成啦 簡單叫的試吃時間 二話不說 我最愛吃蝦子 這個蝦子直接來 這個蝦子直接來 美味 來個來看我們這飯 哇 你怎麼吃的時候 會去拌拌 哎唷我的蝦要嚇出去了 會去拌一拌 記得把它拌一拌 哇 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味道 除了米本身的香氣 因為我們剛剛用蠻多的蒜的 有一個蒜香味 跟我們一手把蝦子先放進去吃 那個蝦油香 變成這個米 它不是一般我們吃的米而已 喔 它帶那個香氣 真的就是香氣 喔 鍋巴 超好吃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南部人到那間燒烤店 或者是外天室的到那間燒烤店 一定要點那一道蒜下飯 因為這個非常的美味 來 在家裡簡簡單單又輕鬆 跳著餓兩腿 都能煮出一道超級美味的 吃燒蒜香飯 完成 兩個家話 什麼人不可在加油站打工 嗯 恐怖分子 不是 不然咧 由一箱滑掉的